宇宙虽大 而你必须从其中找寻一处 令你安身立命之所在的位置 你要找好 我在读书的时候 江湖道传流传一句话 台湾的工业在台中以南 是靠成功大学撑起来的 台中以北是靠台北工专撑起来的 过去的一甲子 江湖道传就是这样流传这么一句话 我想这句话 对成大对台北工专 对台湾产业界工业界 它有一定程度的贡献 对北河大老实讲 我的内心还是有一点感动 那我们今天不讲那么多 有这个机会来分享 我个人的一些过程 我想要讲的话很多 我今年也63岁 我的脑海里面 现在分分秒秒的 倒不是说我明天要赚多少钱 当然我也很爱钱 也很想再拼 这是事实 但是我过去二十年来 我很重视一件事情 就是时时刻刻希望把我的经验累积给下一代 尽量让他们有一个好的一个做事的习惯 一些经验能够尽量传承进来 事实上这件事情我在二十年就开始做了 只是我对外没有讲每一个小动作点点滴滴滴 我平常很重视家庭的议会议 有什么事情大家拿出来提出不同的一个意见 我教他们育孩子只有一句话 我的看法不见得对 你尽量提出批评指教 这是我的罪口之道 千万千万不要玩说爸爸是权威什么 拍的就是对的 为什么要这样讲 你说你对的那一定小孩子就没有他的思考力 也没有批判的能力 要常常检讨自己 在台北公众的时候 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 我就马上联想到我这二十几年来 跟我的做事的模式 跟我跟小孩子相处的模式 台北公众有一位英语老师叫做黄培根老的老师 我在四十三年前在台北公众读书的时候 这个黄培根老师是教英文的 那他平常在上课的时候 他喜欢讲一些国外的一些观念 有的没有 他只讲一点而已 让我印象很深刻 他说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家族 叫做甘乃迪家族 他们培养出来的孩子都很杰出 无论是在政治界出了很多美国总统 总统候选人等等 而且在经营事业很多方面 甘乃迪家族在美国 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 那为什么孩子会教育那么优秀呢 黄培根老师他就讲说 他妈妈每天就做一件事 晚上所有孩子吃饱饭之后 他就把所有孩子聚集在一起 在一个圆桌上 他也不跟你讲一些做文做事的道理 他说小鬼啊 你今天在学校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 就用开玩笑的方式很轻松 让孩子抱抱 谁又怎么样 很急车谁又怎么样 没关系 谁给你霸凌还是什么 拿出来讲 那大家就开始讲了 讲了之后呢 他说你有什么看法 那人家既然霸凌你 还是什么玩巴的事情 或者是八卦的事情 或是哪些碰到哪些困难 谁欺负谁 哪些事情 他让孩子充分地去讨论 提供不同的一些意见 那妈妈也会参与其中 不要小看一个小小的圆桌 一块桌子你会用 这就是人生重要的舞台 美国的历史跟这块圆桌啊 就是影响美国未来50年政治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舞台 今天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 我都尽可能在开车的情况下 尽可能小儿子跟我在一起 在车上我也举行严重会议 因为有时候要大家聚起來 一起吃口饭也不太容易 所以有些时候汽车有什么 或是平常我也尽可能跟小儿子 有两个人严重会议 今天工作上有什么问题 要跟爸爸聊的啊 孩子这里有什么想法 我们可以做个交流啦 还是怎么样 有空没空尽可能 孩子他们开一个小公司 有跟他们的同仁在 我们尽可能大家尝尝不同的意见 让他养人这个习惯 所以我想很谢谢樊北根老师 虽然在教英文的同时 他也分享了这个观念 一直到现在已经生活化习惯化 就像现在我坐在这个地方 现在好几个已经在旁边 我刚好就跟他讲 你今天我哪里讲得不好 哪里需要修正给我指证 我刚好就我这几个都在旁边看 所以现在看来不是我一个人 事实上很多人在旁边 我也希望我们常能维持一种 我的决定不是最好 所以我平常不随便做决定 不满你讲 上个厕所出来 决定全部改了 因为我一直在修正自己 让自己谦卑 因为做决定不能开玩笑的 所以一直影响到我现在 我想就一句话来形容我啦 你把我打死 我都不随便轻易做决定 到达我的协力厂仓 我的客户全部都翻脸了 我也不随便做决定 我要等到最后一秒 已经上赚头彩的那前一秒 好 好那就这样吧 不做决定也不行啊 好不好 所以我想台北工作坡带给我 一个老师这样一句话 到今天为止影响我的每一个步骤 那我会针对学习到的这句话 我再交叉比例 再畜类绑通 然后再延伸到其他 我想一个援州会议的精神 我想就是要不同的修正 不同的去检讨自己的一些决策 不是最好 我想我们不用极限在这个观念 二十年前四十年前这种观念 时时刻刻用这个态度来 那我想我们就把它生活化习惯化 所以今天这个台北工作坡 是我的母校 这个今天我算是最值钱的一个校友 所以今天兴奉学校的校庆 那我站在一个校友立场 我非常的谢谢台北工专 台北科技大学 那在整个创业的过程当中 我是觉得说 我觉得我的性格特质 比较跟别人比较不太一样 专场 我觉得我老实讲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专场 但是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专场 这就是我的专场 这句话怎么解决 后来我真的也想过 因为我觉得我擅长去捕捉 重要的信息 然后观察到主要的信息 然后找到真的解决之道的核心的技术 核心的关键之所在 然后根据这个关键的核心的价值的这个东西 然后一直坚持坚持坚持到最后 我想我这几年来一直都是走这条路 这个对日后的认合 一个事业你不能这里坐一下 那里坐一下 那里又站一下 站到最后来 什么都没有 所以今年63岁 我要利用有生之年 把不重要的事情抵抗掉 然后集中所有的火力 所有资源 所有的精力 然后完成一些 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整个 做事的一个习惯 跟你一个态度 所以我也勉励大家 宇宙虽大 而你必须从其中找寻一处 令你安身立命之所在的位置 你要找好 你的性格特质 你的强项弱项适合做什么 不是说谁来我就要像谁一样 今天一个杰出企业家在这里 那谁又怎么样 在那个时候他做了什么 有些时候那些跟我们 不是有太多的关联 所以不要花太多时间 更不要花太多时间在手机上 那这整个事业的经验的过程 我觉得最主要的部分 我导师勉励大家 把好的习惯两成 有好的习惯 你自然就有好的实力 好的能力 好的潜力 好的决心跟毅力 很多事情你没有毅力 因为经营事业是一个好习惯 打持久战 后勤补给是要够的 所以今天我倒不会把太多的过程 讲那么多说 谁多英明多怎么样 我认为一个好习惯的连结 一个关键的细节 掌握关键的细节 可以减少二十年的分头 这是我在十三年前在台阁大 向一些企业家对一些校友 演讲的时候我是开这个题 十年后的今天啊 我的题目改了 我认为讲关键的细节 已经太落伍了 我告诉各位 细节细节 我觉得讲像是不行的 不够的 细节旁边的环节 你也要有办法 充分的去掌握 你还要把这些细节环节 要有办法给它做一个 很好的一个连结 这三节都要到位 你要不成功也很难 我想祝福各位学长学姐 看到这个视频啊 你们都能够以后 比我更优秀更杰出 谢谢北科大 谢谢我们的师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